今天很多信徒不冷不热或离开教会的其中一个原因 不用往外看,是教会教育体系的问题 今天一些教会不谈圣灵,不谈审判,不谈末世,不谈预言 不谈耶稣第二次降临 他们谈上帝的恩典,如何做个好基督徒,如何祷告,如何有爱心 他们谈信主带来的好处,多奉献,多侍奉,世界多么美好 去年如此,今年如此,三年前如此,三年后也如此 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也如此 周而复始,他们的信徒没有更多的侍奉 没有更虔诚,没有更热切的传福音,没有更热切的盼望 反而渐渐地跟随世界,一只脚在教会,一只脚在世界 他们渐渐冷切,麻木 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仅生活着有何意义呢? 如果不谈耶稣第二次来临,信徒的盼望在哪里呢? 他们成为了没有盼望的一代 圣经有许多有关末世,有关我们这世界所发生的事 以及有关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预言 让我们来阅读其中一些经文 希伯来书9章28节 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铁撒罗尼家后书》一章七至十节 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要报应那不认识神 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 腓利比书三章二十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三节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叛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经文说到所叛望的福 什么是所叛望的福呢 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时的荣耀显现 这个伟大的真理 这个所叛望的福 应该激励我们热切期待这个教会时代的结束 以及圣经中提到的戏剧性的末世事件 并最终导致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秘密的 事实上许多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许多去教会和没去教会的都对末日课题充满好奇与问题 尤其是现在 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混乱和可怕的事件 在我们周围发生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很少有教会教导或宣讲有关末世的事 甚至有信徒听到末世 预言圣灵就将之标签为非正统教会 有关大多数教会不谈论末世这个问题 整理出来给出的理由多种多样 一些教会并没有从字面上理解圣经 特别是在预言和末世的主题上 有些事工人员认为 启示录只是一个预言 因此不是信仰的主题 有些事工人员可能缺乏这个领域的培训和教育 并且没有花时间自行学习 扩展他们的知识 还有许多人因为人们对末日的日期推测 和耸人听闻的信息而关闭了新门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教会不谈论末世的种种原因之下 归根结底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恐惧 他们怕得罪人 因为对于准确的解释和理解有太多的分歧 他们害怕传讲预言信息 会分裂教会并再会重中引起争论 他们害怕表现出 他们对这个主题缺乏知识 以及对于影响到教会的政治正确性的恐惧 他们宁可传讲安全的信息 而不触碰预言和实事课题 此外当谈论到预言时 会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总是会引起争论 因此最好不要理会它 比如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灾后被提的课题 千禧年前 千禧年后 启示录的解释方式 启示录17章女人的代表 巴比伦的奥秘 144被封印的仆人 两名见证人等等 据说圣经中最被忽视的书是启示录 它通常被认为是一本难以理解且复杂的书 然而它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上帝对那些阅读 听到和遵守其中所写内容的人 给予了特别的祝福 我们需要将启示录制为一本希望之书 而不是专注于厄运 忧郁和苦难的部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要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这是一本 关于基督和他的教会 在地上的权柄 宝座 胜利和国度的书 他的教会不是宗教或任何教派 而是所有相信他的人 错过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最重要的一本书 是非常遗憾且惭愧的一件事 我们生活在末世之书中 除了那些关于我们应该如何 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信息 上帝话语中的其他一切 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就是未来 其实路中最难阅读和理解的部分 之所以如此难阅读和理解 是因为我们看到它正在被揭示出来 我们还没有走到最后 只有当我们一周一周 一个月一个月的阅读它时 我们的眼睛才会睁开 看到更清晰的视野 没有人可以声称了解它的一切 通过上帝的话语 我们看到贯穿之中的预言 阅读旧约中主要和次要先之书 将帮助我们理解 也让我们看到历史在重演 但以理书直接扩展到启示录 在新约圣经中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 马可福音第13章和路加福音第21章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 如果教会愿意 可以创意性地使用上帝话语中的许多内容 来编织周日的讲道 以满足和引导初学者 帮助他们学习上帝的话语 也可以帮助想深入探讨的人 上帝话语中的所有66本书互相效力 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难掌握 但是通过阅读和重读 圣经将会解释自己 有人说圣经不需要重写 它需要重新阅读 为了得到这一切 我们需要花在上帝的话语上的时间 是没有限制的 甚至一生都不够 因为当我们越熟悉 并将每段经文的点点滴滴联系起来时 我们会发现新的宝藏 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大多数人都渴望了解末世 遗憾的是 如果教会没有提供引导与可靠的学习材料来源 渴望了解的人 从假教师 异端或威严耸听的人那里 获得错误的教导 对于那些害怕未来的人 耶稣说不要害怕 启示录是耶稣揭示了末世的启示 向他的仆人展示即将发生的事情 打开这一章 你会读到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小玉他的仆人约翰 启示录一章一节 教会必须为耶稣基督作为万主之主 和万王之王的第二次降临做好准备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没有什么比看到已经实现的预言 更有效地建立教会的信心了 正如上帝的话语所说 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预言是真实的 除非它成为了过去 耶利米书二十八章九节 先知预言的平安 到话语成就的时候 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拆来的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在不同的时代 一个一个获得应验时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预言是真实的时 我们可以确定 那些尚未实现的 将来也会按照上帝的话语 所宣告的那样实现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圣经启示耶稣基督 圣经是每个信徒 寻求要更认识上帝的资源 圣经是每个信徒都应该昼夜默想的 因为他带来了信心 信心来自聆听和聆听基督的话语 当有人接受上帝的话语并内化他 当他们学习并遵循他时 他可以改变你的心 并摧毁有罪的思维模式 话最如此 有许多人将圣经用于做坏事 他们将圣经用来谋求金钱利益 他们将它用作操纵的手段 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在一堆谎言中 只告诉了你一点点真理 撒旦的目标是用一点点真理 让你接受有害的信仰 让人们相信他们 福音的真正信息 使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 正是这信息使人们转变和悔改 罗马书三章23-25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保罗写信问候他的好朋友提摩泰 因为他在以福所牧养教会 对于提摩泰来说 保罗扮演者就像父亲和导师的角色 他提醒提摩泰持续传扬上帝的话语 提摩泰后书4章1-4节说 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尽管他向人们传讲福音 却有人掩耳不听上帝的话语 他们只要听到让他们感到高兴的事情 因此他们编造假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不会改变 福音教导我们 我们是罪人 应该受到审判 然而上帝创造了一种方法 来拯救我们 免受审判 他派遣无罪的耶稣 来到我们犯罪的生活中 耶稣没有罪 但尽管无可指责 耶稣被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应得的审判 耶稣在十字架上从上帝那里 代替了我们的罪 他死了三天后又复活了 以表明他有能力胜过罪 死亡和撒旦 那些因着恩典 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 将会获得永生与主同在的奖赏 当一个人真正相信福音信息时 他应该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心灵 假设你打算来我家 你迟到了15分钟 但最后你终于打开大门进来 我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你告诉我 有一辆大型卡车 你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行驶 你不小心抄到卡车前面 然后他撞到了你的车 你迟到了 听到这些话 我会认为你是骗子 如果你是真的被时速80英里的卡车撞到 你会死掉或至少受重伤 你会有很大的改变 上帝比移动的卡车更强大 如果你和耶稣基督之间有真正的碰撞 那么你将大不相同 他应该改变你 他绝对会改变你 福音的信息会改变我们的心 然后改变我们的行为 撒旦经常会推出带有一丝真理的假福音 他闻起来很香 但缺乏品味和实质 这种类型的福音通常没有认罪或与之相关的改变 这种假福音的一个例子是相信主义的福音 相信主义或异信福音教导说 你只要相信上帝 你就可以去天堂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福音信息不需要呼召人们回顾自己的罪病改变 这是一种相信福音的简单部分 但不相信完整福音信息或圣经教义的一种负面概念 这种所谓的信并不包括真正的向耶稣降福 而是没有真诚悔改转离罪和改变生活的福音 这个福音有一点真理 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而那信心应该带来改变的生活 它应该引向悔改 许多人不想听到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们没有接受真正的福音 而是找到了一个会让他们耳朵很舒服的福音 另一个撒旦经常推动的错误福音 是成功福音 这种福音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接受耶稣进入我们的生活 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只要我们足够坚定地相信 那么我们会变得富有 永远不会生病 过上我们梦想的生活 这有点道理 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时 我们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 但是这种祝福不是身体上的 而是属灵上的 我们在生活及永生的天堂中 将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看着完美的耶稣 他的生活是艰难的 他无家可归 他被憎恨甚至被杀害 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向我们应许 不只有祝福和恩宠 苦难和迫害也会临到跟随他的人 然而成功福音的传讲 却让人们耳目一新 成功福音不会唤起听众内心的转变 而是唤起他们过上更吸引人的生活 另一个使人听起来很悦耳的福音 是道德主义的福音 这个福音教导说 上帝要的只是希望我们成为好人 这个教导也有一点真理 因为上帝确实召唤我们成为好人 但是我们的善不是来自我们自己 而是来自基督 道德主义的福音教导我们 要获得上帝的恩惠 我们必须做好人 做好事 耶稣的福音教导我们 当我们获得上帝的救恩 我们的生命将通过圣灵而改变 在道德主义福音中 没有提到恩典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 恩典引向新的改变 人的本性 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 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 因为当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好时 我们会感到内疚和羞耻 这就是为什么撒旦使用假福音 这些假福音通常不告诉你 我们自己的罪性需要改变 人们不会认罪悔改 因为人们没有被呼吁要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耳朵 会被这种错误的教义所吸引 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义人 我们心中的罪 已经污染了我们的生命 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 他派遣耶稣基督 来修复我们的罪恶之心 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 但是你会看到撒旦想要欺骗我们 让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改变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改变 而改变来自他 所以我鼓励你寻求真理 上帝话语中的真理 耶稣基督的真理 圣经末世预言已经发生了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一些信徒背离信仰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他们不知道圣经怎么说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知识渊博的人 也不知道如何将他们在圣经中读到的内容 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上帝不庆祝或鼓励无知 正因如此 他才感叹他自己的人民 因缺乏知识而被毁灭 和西阿书四章六节 我的民音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 我也必弃掉你 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 你既忘了你 神的律法 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 为了我们的知识和理解 上帝把我们需要知道的所有末日事件 都已经预言并记录在圣经中 明白及知道圣经的预言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有责任研读圣经预言 然后看看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 并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 不要逃避神话语的预言性 你不能把神的话和预言分开 如果把圣经的预言从圣经中去掉 实际上是删除了圣经的三分之一 上帝并没有把我们留在末世事件的黑暗中 如果我们保持警惕 我们就可以跟上世界时事的发展趋势 这些都记载在圣经中 它们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 当使徒保罗写信给铁撒罗尼加的信徒时 他敦促他们不要害怕主的再来 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对基督的再来 感到恐惧或站立 相反的 他用他的话语启发我们 使我们可以通过预言的迹象 保持警惕和准备 保罗告诉信徒 没有任何灵言语或书信 足以强大到让他们感到害怕 他们也不应该被欺骗 因为在基督再来之前 一些人会离弃基督 在发生对上帝的大反叛和敌基督被揭露之前 基督不会回来 让我们读一下保罗所预言的世界状态 铁撒罗尼加后书二章一至四节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 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我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貌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 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所以在基督来之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发生 如果你仔细看看 目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件 你会得毫无疑问地接受 正如铁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第一至四节所预言的那样 离道返教的事已经发生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有关铁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第一至四节的经文 有圣经学者讨论 这离道返教的 指的是曾经跟随耶稣的人 或者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反叛 我们相信保罗指的是这两方面的反叛 因为在这末世 显然在这两方面都有证据显示 使徒保罗所预言的离道返教 是一个双面事件 一是世界的堕落 二是神子民的堕落 那就是教会 我们无需是天才 就可以确定世界的离道返教已经发生 并且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现在看看我们世界的现状 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我们信仰上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 在人们生活中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许多基督教国家已经背离了他们的基督教根源 美国不是唯一犯此罪的国家 英国也是如此 还有世界其他地方也不如后尘 有的国家甚至公然抵挡基督教与圣经 篡改圣经 或让基督教在眼里的政策下变质 在1800年代 英国曾经派出许多传教士到世界各地 但到了1900年代 英国派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人数 急剧下降 甚至英国的教会出席人数也急剧下降 我有一个在那边从事建筑行业的亲戚 他们告诉我 很多教堂都在出售他们的教堂建筑 这些建筑物正在被改造成公寓或办公室 他们出售的原因是因为缺乏教堂出席率 人口增加了 但教堂出席人数却下降了 世界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问题 许多教堂美轮美奂 但会员人数却减少 没有增加或增加率非常缓慢 导致教堂面对维持的困境 上帝的子民难道你没看到吗 它确实在我们眼前发生 仔细研究圣经会发现 教会对上帝事物的反应已经下降 尽管我们处于圣灵时代 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 许多基督徒已经偏离了信仰 而且被离经叛道的错误教义所教导 保罗对于离经叛道之事写信给提摩太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至两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以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保罗指的是教会 而不是世界 他提到了一些人会远离信仰的事实 保罗不只是猜测 他在圣灵的启发下写道 一些信徒会听从 滥以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他们会说谎而且虚伪 最糟糕的是 他们的良心会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 这意味着 他们不会对作恶或犯罪 有任何内疚感 他们会开始反对 当初他们所接受的信仰 并被他们当初所放下的东西所吸引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的心返回了埃及 虽然离道返教 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但他特别提到 到了末世 他将达到顶峰 很明显的 有的信徒已经离道返教了 曾经跟随耶稣的信徒 正在离弃他 并跟随诱惑的灵和魔鬼的教义 他们通过教导一端邪说 来破坏圣经真理 并使信心软弱者半导 彼得后书二章一至两节说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 自取速速地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谐音的行为 便较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接受错误的教义 是对基督教信仰的破坏 难道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证明 我们正处在一些信徒 离经叛道的末世吗 在提摩太后书 保罗再次提醒他 离道返教将发生在末世 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至四节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了的言语 我们必须小心 因为假先知会在教会中兴起 并欺骗许多人 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中所说 保罗向提摩太重申 人们厌烦真正教义的时候将道 你难道没有观察到吗 有些道理已经不再在教堂里传讲 因为牧师或教会理事会 他们只是宣讲人们想听的东西 而不是上帝要他们听的东西 只有少数牧师谈到地狱的现实 罪的邪恶 圣经的性观念等 而其他的牧师则宣讲让他们的成员 感觉良好的福音 这就是离道返教 有些传道人在讲台上抬高自己 而不是高举全能的上帝 那就是离道返教 为什么你看到假教师和假传道人的数量 再稳步增长呢 所有这些都是离道返教 那些宣讲反对罪恶和地狱现实的教会 与那些宣讲致富的十个步骤的教会相比 出席人数更少 离道返教不仅仅是背离神话语的真理 而是离弃了我们救恩的源头 也就是离弃了耶稣基督 虽然这是基督再来必要发生的事 但人们将要做出选择 要么堕落 要么坚定地站稳在基督里 耶稣基督不会为任何人的离经叛道负责 那些背弃信仰的 曾经一度持守神话语的真理 但某一天 他们开始背离真理 大反叛将会从两方面发生 第一是人们离开真正的信仰 而信奉魔鬼的教义 并听从引诱人的邪灵 第二方面是普遍的背离信仰 我们看看美国的例子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美国区教堂的人数稳步下降 但封锁限制加速了下降的人数 根据美国一间信仰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 教堂的实体出席人数比疫情之前 估计降低了大约30%到50% 而有许多教堂缓慢重新开放 只有29%的教会领袖报告 他们的出席率高于正常水平 而71%的教会报告说 人数持平或更低 教会的衰落 证明许多人正在远离他们的信仰 我们还可以观察到 教会中年长的人比年轻人多 这也是背弃信仰的证据 我父亲告诉我 在19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 这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他谈到了福音传道者的讲道会 甚至在体育馆有十字军 人们将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 填满了整个体育馆 观众人数超过十万人 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十字军 甚至基督徒带着十字架项链 都会被不公平对待 甚至明星演员公开基督徒身份 或谈到圣经经文 也会被取消或排斥 甚至把圣经经文刻在墙上 也会被谴责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 现在有些信徒因为耳朵发扬 厌烦了纯正的道理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所以选择了退出教会 因为神的话不支持他们邪恶的意图 他们离开了教堂 他们想继续通奸 他们想继续犯下不道德的行为 他们想继续行淫 婚前同居 堕胎 说谎和偷窃 他们想保留他们的偶像 所以他们耳朵发痒 他们寻找不会提及地狱 罪恶 魔鬼或悔改的福音 他们喜欢不会论断性不道德 不会谈到堕胎 同性恋一体 不会谴责罪恶 或对罪恶一体避重就轻的牧师 上帝的子民啊 大离道返教正发生在我们眼前 醒来吧 教堂出席率下降 魔鬼的教义正趋使人们背弃信仰 醒醒吧 离道返教的预言已经应验 这不是隐藏的 而是明显的 末日已经到来了 圣经的末日预言正在应验 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中告诫我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兼顾 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而是明显你 也就是保持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